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老是骗人 对家人还有对我们都投入多一点情感 第一 自己养和自己这句话什么意思 以后不要老是问家里要钱 也不要问我要钱 反过来说他现在自己养不活自己 结婚十几年他一直都是创业创业创业 向我要钱 第二个不要再骗你了 这个是指 也有情感的还有精致方面的都有 第三个诉求又是什么意思呢 对家人的关心太少了 如果把这三条综合起来看 就是一个没有为家庭有经济承担 没有对家庭有感情投入 甚至还有欺骗的这样一个丈夫 是的 那对待这段婚姻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精致绝大的能量 拖她回来就拖她回来 以后拖不了那我也没办法 你拖了多久了呢 十一年了 失望过很多次 饶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没有诉求 随她怎么说 随她怎么想 随她怎么做 希望你有那几点的改变 我都说了 随便她 那你对婚姻的态度是什么呢 这个看她个人吧 她觉得要就要 她觉得不要 我也可以 她要与不要对你来讲 会引起你内心的任何想法吗 没有 毫无波澜 都没有波澜 我们这七八年来吧 就是她过她的我过我的 这种方式我觉得挺好的 那她讲了三方面的问题 你觉得是问题吗 所以对于她来讲是问题 对于我来讲什么都不是 有所谓的养不活自己这一说吗 这个是她自己的表述 我自己感觉没有 并没有 结婚十一年 彭女士内心累积了太多不满 她坦言 多年来 丈夫最心于创业 不仅经济上不能自足 也忽略了对家庭的情感投入 场上的妻子情绪激动 泪满眼眶 而一旁的饶先生 却波澜不惊 十分淡定 在饶先生看来 妻子的所谓控诉 只是她的一面之词 今年六月份才离职了 之前的五年之内 我一直在城管 这五年来 如果像她所说的 连我自己都养不活自己的话 那我这五年来怎么去 是我 除了我创业的时候 会问她要钱 你说那是曾经的事情 对 在家庭经济承担方面 饶先生认为 妻子言过其实 而谈到创业 夫妻二人都显得十分敏感 第一次创业 就是刚结婚的时候 他就做那个什么 电子商务之类的 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想法 挺好的 当时我也想帮她一把 刚结婚的时候没有钱 她就叫我 向我那边的家人说一下 所以我就想到是我姐 这样子跟我姐说了 她当时跟我说 是有时间了吗 那我也很老实 我也没骗过任何人 姐姐也相信了我 接了之后到时间 差不多是到一个月了 要还钱的时候了 还没等我姐追问我的时候 我就去问她了 她给我表现出来 就是能拖就拖 一次 两次 三次 在说谎骗我的同时 我又傻乎乎的又骗我姐 所以就变成了我间接地 一直骗我姐的那种感觉 是你一个人去面对你姐姐吗 对 我自己去面对 为什么不是两个人一起 我叫她打电话 叫她听电话 她都不肯了 她也害怕 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你自己去面对 留我一个人去面对了 如果说比如说在当下 很难面对姐姐 还可以去理解的话 那最后欠的这个钱 是你们一起去还的吗 不是啊 我看到家庆这种情况的话 我也没想那么多嘛 我要出去工作啊 不出去工作 这个钱怎么办呢 开始出来工作啊 我工作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还我姐那几万块钱啊 慢慢做了两年左右 我就把它还清了 真的全是靠你的收入去还到 是的 她完全没有过问过 按照你所讲的 除了一开始要求你去借钱之外 到后面所有事情 都是选择逃避的 对的 是这样吗 以前不知道 她说是就是吧 我不做任何并解 她说的是事实吗 对对对 事实 为什么这样 她说就是事实 没有为什么 那你这个态度是 没有态度 她讲的这些 你也不做任何反驳 不做反驳 也不替自己做任何解释 也不做解释 你看她吧 看她个人吧 平时她在家里也是这样子的 她没有任何的沟通 一说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你们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吧 我不做任何阐述 她说的是事实就是事实 如果她后面说的 你觉得有跟事实有出入的地方 你会解释吗 你不解释 所以事也好 不是也好 所以就一个 就大方面了 那就不用调了 丈夫创业失败 无力承担 彭女士的这一表态 似乎触碰了 饶先生的雷区 她一改之前的冷淡态度 彻底将自己封闭起来 即使面对质疑 她也极力回避 拒绝回答 调解进行到此刻 不得不暂时终止 因为她说了很多东西 我不认同 但是如果我一反驳的话 两个人会吵起来 来这里 我就是给彼此之间一个自主的感受 她说了什么东西都好 我就不解释 她所说的东西很多 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 所以我更解释 本以为能够打通沟通壁垒 没想到丈夫如此抗拒 彭女士略显无奈和心酸 而此时的饶先生也是情绪激动 不顾劝阻 愤而离场 见此情形 调解员胡建云将夫妻二人叫回场上 并语重心长地对饶先生进行了一番劝导 老先生 这个节目不仅仅讨论小问题 也会探索 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大问题 貌似鸡毛蒜皮 一地狗血 但是其实是透过这一些东西 去探索我们每一个成年人 应当承担的责任 所以至少我想你要理解到 我们这个团队的诚意 所以希望老先生理解我们 尤其是理解你妻子 后面我们会根据这一些仅有的信息 会做一些分析 仅供参考 所以可以放下这一种 警备的心态 我们接下来继续权力 全在你的手里 原点 我们试着 试着走龙 胡建云告诉饶先生 要放下对妻子的成见和心放 坦诚沟通 而饶先生在情绪稍稍平复之后 也表示愿意尝试 接下来 饶先生是否愿意敞开心扉 为自己诉说呢 夫妻二人 最终又能否改变这种奇怪的沟通方式 随着调解继续深入 彭律师接着又讲出了 丈夫的另一段创业经历 卖彩票 卖彩票是没有固定一个场所的 买一部面包车 它就跟人家合伙 那个钱也是从家里拿的 跟我们要的呀 要给一万块钱 他说两个人做 所以呢 就一人出一万 做彩票这件事情 你同意了吗 百分之六十不同意 百分之四十有余 也不是那么确定 因为当时的那个年龄阶段 也没有这么成熟 因为有生意做就是好的 结果那个人一退出之后呢 就变成他一个人的 另外又拿出一部分的钱 退给人家 又是从我这里拿 拿出来搞完之后 就叫他去上班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对呀 就这样子不了了之 每次都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纯亏钱了 是这意思吗 对呀 因为这里面听得很奇怪 明明是两个人一起做的 最后结束的时候 你们要拿钱给对方 他做的事情 我一律都没怎么过问 只是他要钱的时候呢 他就会过来跟我说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有没有可能 他这边有苦衷啊什么的 我只顾着我自己的工作 我没有太多的是 考虑他那一方面的事情 安排得怎么样 饶金人这一部分 想补充吗 不补充 我不去了解他有没有情绪 我只是想做我自己的东西 你是现在这么想 还是当时就是这么想 当时就这么想 不管他生不生气 对 不管他有没有误会 对 也不管你这边内心 有多少没有办法 说出来的苦 对 为什么那么早就把这个 沟通的渠道给封闭了 因为说出来 他也不会去理解 你觉得他不能理解你 对 每一次无论我做什么 只要是做不成功的 就是一顿茶 茶了过后 他就一直接受你 所以的话 我都不会去解释 太多东西 为什么后来没有 就干脆算了 我就不做所谓的创业了 免得他又这样误解我 我基本上每次都是 创业失败过后 回去上班吧 上了一段时间后 就是遇到有什么 想做的东西 或者觉得一些东西 好做的话 我就会去想着去 自己去创业 那在那个时候 有没有担心 比如说万一又出到什么问题 他还是不支持我 不理解我 最后搞得又是不欢而散 有想过这一点吗 担心过吗 这肯定会想 那你做的打算是什么 做不成功 他不理解 算了 做了成功之后 再跟他解释 也不迟 你这边呢 你感觉到的 一直都是什么样的态度 就是像他说的 一直就是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他觉得 你不够理解他 不够支持他 这是说真心话 结婚那么久以来 只要他提出 做了什么事情 可能是第一次 伤得太深了 所以后面他所说 要做的任何事情 我一定都不支持 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不看好了 在做事的过程中 在他身上 我没有看到 除了耐心 恒心 还要吃的苦心 你们两个人 在结婚之前 恋爱那段阶段 他呈现出来的是 这个状态吗 好像没有 结婚之后 所以是什么 发生改变了 拍拖的时候 就闹得有一点 小不愉快嘛 家里面 反正他就不看好 觉得他不够成熟 比较幼稚 导致他后次 做了所有事业 我嘴巴上面 又不认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潜意识里面 又想扶他一把 又想支持他 想替他证明一下 想让他证明 他自质的同时 说到底 我更想证明说 我的眼光 跟我的选择 是没有错的 也就是我拼命赚钱 他拼命地在创业 就是想两个人 能携手 一直做得更好 只是我就没想到 他每一次都踩到 同一个坑里面 而我给到他的感觉 一直就说我否认他 其实你内心很想 给你们两个人 都找到一个机会 是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有很害怕 很担忧 如果这个机会不对 或者说这件事情 没做对的话 可能会带来 更糟糕的结果 是 我失败的 其实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 每一次事情 都没有交流 没有去终结 饶先生能明白 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他说的我都明白 我认同他的看法 能理解吗 也理解 他说的 他的那个内心的害怕 你有看到过吗 没有 你只看到了否定是吗 对 怎么会这样 大家都看不懂对方 接连的创业失败 给夫妻俩都留下了心理阴影 彭女士虽然希望帮助丈夫 却害怕再次经受打击 饶先生渴望证明自己 得到的却只有妻子的一再拒绝 当夫妻感情走向淡漠之际 正巧物流事件 为二人营造了一个 情感升温的契机 经过前面几次的失败 他自己总结说 知道他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之后他说 这一次我看中了 我同事做的物流 自己买车 买了车之后 相当于自己做老板 自己开了赚的钱才多一点 他说这一次 我有一点想做了 之后我就说 做物流是很辛苦很辛苦的 以你这样子的体制 我是说怕你吃不消 说了一大堆的不好的些 但他这一次比之前 多了一点耐心 就无数次的一直在说服你 而且是态度 这么多次经历之中 这一次做物流的态度是最好的 而且也是最有耐心 看到他这么诚心 不管我说得多艰难 他都说他想去试一下 所以我就说 反正我不是很看好 但是如果你还想去试一下的话 支持你最后一次 以前没有意识的 就从这一次开始有意识了 说得很强烈 也跟他交代得很清楚 而且我还事先说 规避的什么风险 就开始已经给他提意见了 之后就开始说买车 买车就开始要钱了 之后就给钱了 那就开始正式始动这一个项目了 之后做到今年 两个月前还是一个月前 最后开始又嫌辛苦了 又说搬上搬下 搬得太累 体力已经又跟不上了 就你当初担心和提醒过的那些 对 确实是挺辛苦 大家也都知道 是很辛苦啊 就当他开始 比如说你说动摇也好 或者说真的觉得很累 这个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看了就除了心疼 还有就是我也无能无力 就只能说包一点什么汤啊 还是在鼓励呢 还是说 鼓励啊 比之前都很多的 倍加呵护 所以我就说我学开车 也是因为说 能在我自己休假 或者是有空的时候 我也是帮他减轻一下负担啊 然后先生你认为他这一次 算是参与进来了吗 就是结婚十一年来 第一次参与了 当时觉得挺好的 这个好怎么没能成为动力 或者说坚持下去的 但是这个好来得太迟了 遇了十年东西 到最后他才开始有点感触 我觉得已经太迟了 无意义了是吗 他说一切都来不及了 没所谓了 你有感觉到吗 没有感觉到 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子 比较踊跃地 跟你自直地坐到这里 平时跟他坐上不到十分钟 就听不下去 讲不下去的了 他今天能讲这么多 坐这么长的时间 再一次刷新了 我对他的认知了 我对他的了解 跟沟通本来就很欠缺的 就像他说的 一开始他想要的沟通模式 跟我想要的沟通模式 各自有各自的 他也封闭起来他的 但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口 就是想跟他连接的 但是就是不管怎么连 就是连不上 在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认为你可能找到了 可是 对 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它会从之前 从根本上会慢慢有改变 在这里我听到这样一番话说 一切都太迟了 我就觉得这个迟是什么意思 我真不懂 这是你没有预料到的 我没有预料办吧 经历了多次创业失败的 饶先生热情不改 再次向妻子发起求助 而这次的彭女士 也被丈夫打动 给出了比以往更多的支持 原以为夫妻感情 能够悄然升温 顺利破冰 但丈夫的回应 但丈夫的回应 着实又浇了彭女士 一盆冷水 随后让人意外的是 场上原本态度消极的 饶先生 主动坦漏了自己 埋藏多年的心结 我说一下 我们之间的不沟通 是由我心里面 不想去跟她 沟通人的事情开始 这件事应该是 2012年的时候 饶先生认为 夫妻关系淡漠至此 其实跟2012年 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欢迎收看 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当时她工作的法郎 要转手 她说她想接下来 以后她接下来做了 里面的员工 有七八个人吧 都是之前跟她一起 工作的那些同事 她的身份一下子转变了 他们的那些同事 可能对她心里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意见 所以当时我就跟她讲 我帮你去管理 我说我平时下班过后 我去法郎里 帮你管理这些东西 我说你管理起来不方便 她也同意 当时他们那里的 规章制度也好 都是我帮他们制定的 最近之后 我还给她过了过后 以后就把她张提出去 真是剩下 但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她就跟我讲 她说法郎 你不要去管 还是我来吧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我在里面工作 只有我更清楚里面的操作 以后我就反问了她一句 我说我之前也做了 五六年的法郎 我说里面的管理程序 操作模式我也很清楚 跟她说这些东西过后 她说你还是不要来 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说那不来就不来吧 到后面我就没有去管他法郎 但是我下班了过后 或者休息的时候 我会过去看看 但是去的次数多了 她又对我又有意见 她说你每一次来都没有笑 都是板着个脸 我说我过来法郎 我一定要笑脸的吗 我说我坐在那里 爱着你们了吗 我说你既然说我没笑脸 说我板着脸 那就算了吗 不去就不去吧 慢慢地减少去法郎的次数 后来我也是一直跟她讲 我说你法郎里面没有柜杖之路 真的会越做越乱 她不信 到后面一步一步被那些 她曾经的同事 她的员工紧逼要干顾 要管理权 我说凭什么 她也没听我的 她就知道做了 后来她宁愿把店里面的管理权 交给她的员工 让她的员工去做这个管理人员 去管他们 当时我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她还没跟我讲 她说你不要去管 反正我店里面说你都不要管 连自己最亲密的人 你都不能去信任 你要去信任别人 还要去被人家威胁 这件事情你觉得影响到的是什么 影响到的是她对我的不信任 她对我的立足盼 影响到了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 对 所以就那个时候 中下了一种矛盾 到现在为止 心里面都恨不准的是我 那我自己接手的这一个店呢 是别人投资给我 可以说我当时 就认为是我个人在干 但是呢 因为是一个男的借钱给我 我也怕到时候避免一些 什么问题 钱方面的那些 我都让他参与 我也真真确切地 也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 也让你参与到这件事情来了 这个是前迟 后来店里面的管理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的时候我说真心话 我也是想把他给拉回来 一直干这个事情 但是后面我发现他来了之后 不单止没有解决问题 反正还制造更乱更多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说呢 又能够让他自己的心里面 不产生像现在这种怨恨 又想不让他参与 所以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很无情的 不断在拒绝他这样的一个人 对 自从拉圈事情过后 我半年多没有去那店里面 以后他也半年多没回来 他天天吃住都在法廊里面 把收集室变成他的一个卧室 就那段时候开始吧 我们两个的交流 我们的就少了 矛盾越来越多 正是因为2012年 我们经历了这一段 所以在我内心情感这个东西 从这一刻开始分离了 你今天听到他这样的说法 你是什么想法 我不后悔 你一说起来 我确实想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 给人家借的那个钱 压力也好大 所以所有的经历都注锁在那里面吃 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 能尽快还钱别 对于我来说比一切都重要 这一点反正我自己认为吧 就是这一件事情开始过后 我们就过上 你是你我是我的 这么一种状态 他做什么我也不去问 我做什么他也不去问 这么多年了已经习惯了 所以的话你要我解释什么 你要我说什么 说了也没用 你还是你要我 我还是我 这一刻我们似乎能够理解 饶先生在调解开始时 不断回避 不愿辩解的心理动机 多年来 饶先生的诸多想法 被妻子不断轻视 直接导致他在矛盾发生时 消极应对 不愿再主动沟通 而彭女士也没有想到 原来早在2012年 夫妻关系就在这 没来由的权力斗争中 败下阵来 如果我们两个现在发生矛盾的话 我不联系她的话 我估计她半年之内 她都不联系我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规划的沟通 看到夫妻二人关系交流的现状 观察员武运决定 从彭女士的立场出发 试图找出二人的症结所在 彭女士的最初的一些表达 让我非常的震惊 你评价了你的战俘三句话 第一句话呢是 她自己不能养活自己 第二句话是 情感上完全不能够给予 第三句话是 她还有大把的谎言 你知道这是多么不堪的评价 听到后面我发现 每一条它并不是你 简单地去盖棺定论的 你们对经商的理念不同 但是你们却有一个惊人的遗志 你们不能够容忍婚姻当中的 求同存异 你们都希望对方去改变 去调整 我们真的无法去完全要求 别人认同自己 并且成为自己那一类的人 你们亲密关系冲突的背后是什么 是一种权力的争夺 你们俩都非常的强调自我 互不相让 因为你们都希望 自己拥有那个决策权 可是如果不能做到求同存异 必然就会像今天这样 根本是无效的沟通 或者说是激烈的碰撞 我想提醒一下彭女士 你在过分强调自我的时候 是不是无意当中 毁损了她的那个自我 有没有可能我们也会去 做出一些退让妥协 去成全她的自我 先赢得亲密关系 再去表达 对方是不是更能够接受 我觉得彭女士 你在这种关系相处当中 你要去思考的 是权力重要 还是关系重要 我还要说到的是 你允许你的丈夫 开了头 你发现收不了尾了 甚至你还要帮助她 收拾那些烂摊子了 如果你希望能够帮到她 你就要去承担起 你所要做的这一切的后果 你可以保持你的原则和底线 但是如果事关家庭 整个大体的利益 你可以坚决地捍卫啊 而不是无原则地 退让完之后 再去指责对方 阿伟好 妻子 个人觉得 你欠缺一些双向思维 你说到 曾经的你 很多东西还不懂 所以我成熟了以后 慢慢地回去懂 可是回过头来 你再来看你的丈夫 她不也是要从年轻 从不懂事 从失败中 慢慢地变成熟吗 可是为什么 我们还要把她旧的形象 又一直封存在心里面 不会从新的角度 去重新去看她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 不要有刻板印象 去看你的丈夫 但是丈夫这里 我也有建议 通过一开场的时候 你在并不是很了解 我们节目的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先路为主的 有一种抵触 当然这个抵触 并不是来自于针对我们 更多的是来自于 你在生活中的一些积远 但那一刻 客观地说 仍然显示出了你 一种不够成熟的一面 而真正的一个成熟的人 他不但要做真实的自己 要做一个真正的 敢于自我批评的人 这也是真实的自己 这不是要做给谁看的 这是做给自己的 可你呢 我们每天早上 我照镜子的时候 我有没有底气 对着镜子的那个自己说 你真棒 而现在的你 显然没有 有一个点 我必须要提醒你 我能够论同你这些年 所受的委屈 包括你的隐忍 你的坚持 可是在你身上 仍然有一点 是你需要去调整的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仍然会去逃避 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个人建议 要多一种思维 你的妻子 她欠缺的是双向思维 你欠缺的是因果思维 今天的我 仍然没有成功 原因到底在哪里 除了妻子 有些地方 没有很好的 及时的支持以外 有没有我的问题 如果有 我先做好这一点 用我不一样的状态 来让妻子看到 很多时候 的的确确 是我们自己 没有先做好 才会导致 她不敢相信我 当然 也许我做好了 她仍然不相信我 但是做好我自己 也不是做给妻子看的 她本来就是 为自己而做的 好好想一想 有一点可以 跟你们共享一下 夫妻之间 要么就相互成就 要么呢 相互的踩她 在夫妻之间 疏离和陌生是很难的 因为疏离和陌生 就会分离 大多数婚姻里面 不幸福的原因 都是因为双方 你踩我 我踩你 导致的 什么样就叫踩 什么样叫成就呢 对于一个创业者 创业 你会碰到无数的陷阱 碰到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你会碰到自己 遍体鳞伤 但是我觉得 夫妻之间 最好的一个帮助 就是什么 当我挣到一笔 最小的钱回家的时候 有人会跟我一起欣喜 夫妻其实 既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也是一个共同体 单独的个体 就意味着什么呢 当你一个人 向前冲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 会顶着你的双脚 告诉你说 即使你无力的贪婪 我也可以扶着 即使你无穷的挫败 回家 在我的眼中 你依然是 有能力的人 夫妻之间 特别重要的是 那份支持 观察员们 纷纷从夫妻关系层面 进行劝解 告诉他们 在夫妻相处中 面对问题时 应将彼此看成共同体 把夫妻关系放在首位 而调解员胡建云 则回到夫妻矛盾的起因 从创业的角度进行俯瞰 探寻夫妻矛盾的深层问题 针对姚先生这一边 第一个点呢 怎么把观念跟方法 做一个区分 创业的话 它其实有个出发点 那就是你未来 可以达到的一个高度 如果这个问题 没有想清楚 用一种变来变去的选择 去创业 确实会给身边的人 带来困扰 创业不是说 我需要 所以我创业 其实是我能 所以我创业 还是要做一点区分 很多人创业 更多的是为了当老板 真正的创业是 我发现了社会的需求 我去满足这个需求 这样的创业 即使暂时不能成功 但有一天 它还是会成功 第二个呢 也是对老先生说的 区分一下态度跟原则 从态度上来讲 其实你是一个 在整个创业过程当中 应该算是有坚持 有方向度 但在原则问题上 一个创业的人 除了可能要拿出业绩 更重要的是 做人的原则 也就是说到做到 它会让你身边的人 对你有信心 你一次一次的 这个取筹钱 很多好像不是基于 你是原来有计划 有对风险的评估 因为借债很正常 但是如果借债借到 影响全家 这个正常的生活的话 我其实一次接一次 那其实就跳出了 一个园子 我们说做事先是做人 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两个结合起来的建议就是 如果我们要创业 不但内心要有一团火 其实眼前要有一条路 心里要有一根水 这样的话 才能够越来越得到支持 胡老师告诉夫妻俩 在创业的过程中 不能盲目 既要保持创业热情 也要看到可能存在的 创业风险 最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来到密室 彭女士 首先向观察员武运 表达了自己的收获 听到你们各位专家的分识 我自己呢 也有自身有很多的富足 所以我可能会对自己 改变纤维地 太好了 之后呢 再会再把自己 变得那个好一点的 我非常高兴看到 就是你愿意从自身率先做起 无关乎他的改变 对 先把自己调整好 吴运对彭女士的想法 表示了认同 同时 他在夫妻相处的问题上 向彭女士提出了建议 所以我想的是 与其塑造丈夫 不如先调识自己 先改变自己 把自己塑造得更加 比如说沉稳 平和 接纳 是的 然后再去带动她 那个时候 当关系变得柔软 融洽的时候 你再去灌输 你其实是有道理的一些 建议 她是会接受的 那在以后的夫妻相处 过程当中 比如说她又在开始 要去盲目投资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那首先先听她讲先吧 但是以前就不是 先勤师先上来 勤师上来也不管用 那现在就 对 换一种方式 你的生意是做得挺好的 对吧 那你可以给她做一些分析 但是 在你的可控范围内 给予帮助 不可控的 比如说你要去耗尽 你的所有心力 甚至搭上孩子的一些 健康的一些教育成本 去成全她 那就是没有必要的 你说呢 观察员武运告诉彭女士 要重视自我提升 调整情绪 进而改善夫妻关系 对于创业问题 也要坚守原则和底线 彭女士对此都表示认可 随后 吴运老师带着彭女士的想法 来到了密室的另一边 在密室中 饶先生这边 又是否能够彻底地敞开心扉 为改善家庭关系 做调整呢 她说她确实 错误地评价了你 她确实放大了你的很多缺点 她能够很快地意识到 自己的不足 而且她愿意去调整和改变 她说 如果能够给到的 我还是愿意帮到丈夫 但是她会自己跟你商量 设定一条底线 不去触及到家里的根基 我相信你也是愿意接受的 之前吧 除了第一次创业 我们是跟她解决 外界的资金之外 最后都不是了 后面的话 都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财产 以后每次我创业的时候 我都是在这么一种状况 在自己能力承受范围 所以你已经有 风险把控的这种意识 那我就想跟你提醒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学习 提升一下 让自己具备一些把控风险 精准地去看待市场的 这样一些能力 你现在横耿在你们之间的 一个问题症结就可以解决 就是如果她主动去提出 自己的调整和改变 那你呢 也不要去等待她的改变 那同时的话 你能不能够也看到 自己的一些不足 就比如说 在你心灰意冷的时候 你就会去放弃沟通 拒绝交流 以后你多一些耐心 可不可以在今天 也要告诉她 你的那些调整 武运告诉饶先生 无论是今后的夫妻相处 还是创业投资 都需要进行调整 做出改变 不仅要学会主动沟通 而且还要学会 用实力为自己加码 走出密室 夫妻俩又会有 怎样的表现呢 调解马上回来 在密室已经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来看一下最后 大家会是什么样的想法 老公 我首先跟你说一下 其实你也有很多 你的优点 以后再说投资 创业之类的 这些事情的情况之下 两个人协商好 能在我接受范围之内 我还是真心是支持你 在精致方面 我可能会做得好一点 但是做一个 真正的赤子方面 我还是有很多 做得不够到位 不够好的地方 希望你也能 原谅我 让我重新开始 其实吧 我们两个之间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只是互相不理解 不包容 却少沟通而已 所以的话 她在我心中 其实真的是挺好 我曾经跟她说过一句话 我说如果真的跟你离婚了 我说我也不会再去找 另外一个人了 她问我为什么 我说如果再找一个 找回来 没你那么好 没你那么大勇 体贴关心的话 我说我何必去知道骨质 之前就是想跟各位老师 拍张照留念 可以 但是有一个条件 把我们大家弄在一起 你们俩先亲亲热热 对对对 是一股各位老师的 在调节的末尾 夫妻俩沟通的桥梁 终于得以连接 彭女士意识到了 自己存在的不足 而丈夫也开始积极回应 愿意主动沟通 我们衷心的希望 在今后的日子里 饶先生能够谨慎 对待自己的创业项目 提高能力 规避风险 而彭女士 也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丈夫坚实的支持和鼓励 只有彼此信任和理解 夫妻之间才能够相互依靠 一起携手 走向更好的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